乐歌说电影 专注好电影带好说乐歌 路比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 父亲母亲还有哥哥都是龙亚人 只有路比听力正常 一家人靠出海捕鱼为生 17岁的路比经常要凌晨三点起床 跟着爸爸和哥哥出海 因为海上时常有巡逻船 如果听不到巡警的喊话 后果将不堪设想 路比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唱歌 爸爸和哥哥听不到 他就唱给大海听 出海非常辛苦 捕捕的鱼货却卖不上好价钱 因为鱼货收购被大鱼厂控制 再加上他们是龙亚人没法还价 所以经常会被鱼饭坑骗 路比虽然不愤 可也改变不了这种霸王条款 因为他是家里唯一一个健全人 所以大小事情都需要他来操心 忙完捕鱼的事 路比连衣服都没换 就骑车去学校 由于起得太早 课堂上路比基本都是在神游 眼一闭一睁就下课了 学习更是一塌糊涂 不过他也没指望能考上大学 因为就算考上了也没钱读 当学渣什么的都是小事 路比最接受不了的是同学们的歧视 总有同学说他身上有鱼腥味 还有同学模仿龙亚人的声音来奚落他 因为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路比变得自卑而敏感 对这些异样的眼光毫无抵抗力 一点就差 放学后 路比一眼就看到了爸爸的车 因为听不到 爸爸经常把音乐放得正天响 引得同学们注目观望 路比非常尴尬 催促爸爸赶紧开车 可爸爸却说 他正在享受音乐 虽然听不到 但他可以通过音响振动 感受音乐的节奏 在同学们不怀好意的笑声中 爸爸终于开车了 来到医院 路比更是尴尬不已 因为经常在船上工作 潮湿的环境 使得爸爸患上了骨险 然后你懂得又传给了妈妈 医生建议他们两周内不要同房 爸爸表示做不到 理由也很简单 你妈妈太性感了 我哪里能把持得住 因为听不到 爸爸妈妈办事的时候 总会搞出很大的动静 这可苦了路比 只能戴上耳机 不仅如此 爸爸还经常随意放屁 臭的路比直无脸 可爸爸却振振有词 臭屁让聋哑人也能享受 带着气味的声音 说完还大戏一口 一家人在吃饭前 最欢乐的娱乐活动 莫过于看交友软件 评价那些身材惹火的妹子 这是家人最有默契的事情 当然除了路比 第二天 路比来到学校 参加了和尚团 因为暗恋的男神 麦尔斯也报了名 教科的韦老师 让大家先唱一句 然后按照声音高低 分一下声部 轮到路比时 他愣了半天 一句也没唱出来 只能尴尬地跑到一片 隐秘的湖泊 平复心情后 他终于鼓起勇气 发出了清澈的声音 晚上回到家 爸爸妈妈正在用手语争论 因为渔场的剥削 他们现在的经济情况很糟糕 银行又不给他们办信用卡 再这么下去 他们一家人的生活都是问题 第二天 路比找到韦老师 解释了昨天的情况 因为家庭的原因 他很敏感 之所以逃跑 就是害怕被同学们嘲笑 也因为家里都是聋哑人 从小到大 没有人能告诉他 他唱的到底好不好 老师觉得路比很有趣 鼓励他单独唱一段 路比的声音很好听 可却始终放不开 老师就让他学小狗的喘气声 见他有些尴尬 老师就让所有人一起做这种练习 不仅缓解了尴尬 也消除了路比的自卑心力 打开声枪后 路比一鸣惊人 下课后 老师把路比和麦尔斯留了下来 他打算挑选二人 在秋季音乐会上表演二重唱 可到了第二天 两人却没有一点默契 原来他们都是各自练习 而二重唱要一起练习才行 更何况 这还是一首情歌 在维老师的建议下 路比和麦尔斯才打破了尴尬 等麦尔斯走后 老师对路比说 虽然你还不懂控制 但你的唱腔很迷人 可以试着去考伯克利音乐学院 但路比却不这么想 一是因为成绩不好 二是因为家里也没钱 供他上音乐学校 维老师问 你唱歌时有什么感觉 路比用手语说 我感觉有一团火在心里燃烧爆炸 好像自己正行走在云端 越飘越远 维老师听后 当即表示愿意给他开小照 不仅可以帮他准备面试曲目 还可以给他写推荐信 帮他申请奖学金 路比只需要每天晚上和周末过来练习 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他对路比音乐前置的欣赏 路比把合唱团的事告诉了妈妈 可妈妈却难以理解 她认为一家人就应该同进同退 路比为什么非要选择唱歌呢 家里都是龙亚人 他也不能跟家人分享成果 但路比却不想自己的一切都和这个家扯在一起 为了更快的建立默契 路比请麦尔斯来家里练习 麦尔斯说 他很早就注意到路比了 那时候的路比就很酷 像个小大人一样 两人开始面对面练歌 可对死久了难免尴尬 于是他们换成了背对背 可还没唱几句 隔壁就传来了激烈无比的叫爽声 这下就尴尬了 路比赶紧叫停爸妈 气氛有点诡异 路比尴尬的恨不得用脚 扣住了隔音房 麦尔斯倒不在意 反而表示很羡慕他父母的感情 妈妈用手语说 你们要使用安全套 爸爸更是比划道 要为你的士兵戴上头盔 眼看尴尬愈加升级 路比赶紧推走了麦尔斯 然后对着父母大喊 我讨厌你们 第二天 这件大糗事就被同学们知道了 一个女生还边说边模仿 路比又羞又气 麦尔斯解释说 他只告诉了一个同学 没想到他会说出去 可路比却不想听他的解释 他心里很难受 唱歌时整个人都不在状态 强烈的自卑心又开始做快 因为出生在龙亚家庭 路比的说话方式 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 他一直觉得 自己的声音是奇怪而难听的 维尔老师所信 以毒攻毒 让他发出自认为 最难听 最恶心的声音 因为这种发音方式 是最具有爆发力和感染力的 也是唱歌所需要的 终于 路比压抑许久的潜力 被激发出来了 他的歌声带着 无尽的忧郁和渴望 又带着一时孤独和狂想 既矛盾又合理 像极了人们 难以诉说的百般情绪 唱完歌后 路比赶往了渔场委员会 爸爸正在那里 争取渔民权利 他可不在意什么面子 不面子的问题 因为只有他骂别人的份 别人骂他 他也听不见 哥哥还趁机提出了 自己卖鱼的想法 经过这一三动 很多人都表示认可 可话说出去了 事儿却不好办 他们没有本钱 更重要的是 没法和人交流 兼爸妈把目光 投向路比 哥哥非常生气 他向自己做成一件事 不想一直依赖妹妹 凌晨三点 路比起床出海 这一次 他们没有直接卖给中间商 而是印了海报 让大家把鱼卖给他们 再由他们统一去卖 在路比的宣传下 他们的生意初见眉目 就这样 路比一边帮家里做生意 一边学习唱歌 不久后 生意开始有点起色 他们也有了一些本钱 租下了一个店面 家里需要路比的地方 越来越多 这也导致了 他上课经常迟到 韦老师警告路比 如果再迟到 他就不教了 第二天 路比正要去学习唱歌 妈妈叫住了他 因为电视台的人要来 如果他走了 采访就只能变成末篇了 这件事对这个家很重要 路比左右为难 妈妈问 你是想让我们失败吗 路比没有办法 只能留下 等到采访结束后 老师生气的训斥 路比没有纪律 也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 这样在伯克里 根本待不下去 路比委屈地说 我从来没试过 不跟家人一起做事 晚上 路比把他要上大学的想法 告诉了家人 妈妈说 你现在不能离开 我们的生意刚刚开始 而你是这个生意 最重要的部分 路比红着眼睛说 我不能一辈子 都跟你们过 那样的话 我存在的意义 就是当你们的传话筒 但歌唱才是我的最爱 它是我的一切 其实比起生意 妈妈更怕他 唱得不好 被人取笑 这样连带家人 也会被取笑 对聋哑人来说 尊严是比生命 更重要的东西 定好闹钟 路比忽然大吼一声 发泄了心里 淤积的情绪 这时 曼尔斯发来消息 要我怎么做 才能补偿你 路比想了一下 约他明天见面 早上 路比没有一起出海 哥哥有些不高兴 因为今天是特殊的日子 观察员要来检查 如果出什么差错 以后他们就别想出海了 路比把迈尔斯带到了那片 禁止游泳的湖泊 跳进碧绿的湖水 路比热情高涨 迈尔斯赶紧问 那我们和好了吗 路比说 高台跳水之后就好了 迈尔斯听后 鼓起勇气 跳了下去 他们在水中玩耍兮兮 两颗心越靠越近 路比和迈尔斯和好 但家里却出事了 面对观察员的询问 爸爸和哥哥只能保持沉默 最糟糕的是 由于没有听见巡警的呼叫 爸爸和哥哥全都被带走了 路比回到家 爸爸有气无力的说 你没有来工作 他们吊销了我们的执照 见爸爸妈妈都在责怪自己 路比再也绷不住了 他大声反驳 别赖在我头上 这不是我的错 一直以来 他都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责任 这一刻 他突然有了一种想要 宣泄的委屈 第二天法院开庭 如果他们想拿回船只 就必须要有一个 听力正常的人在船上 爸爸决定把船卖了 可路比却说 我会留下来 我会跟你在船上工作 虽然他觉得很委屈 但真的要让他选择 他是万万无法舍弃家人的 哥哥却不同意他这么做 一方面他心疼妹妹 不想让他放弃自己的梦想 另一方面 他觉得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一切 毕竟在路比出生之前 他们一家人也可以正常生活 晚上妈妈来到路比的房间 他买了一条红裙子 让他在音乐会上穿 路比问 你有没有想过让我当个聋哑人 妈妈说 你出生的时候我祈祷过 当我知道你亲历正常时 我消沉了很长时间 因为担心我们无法亲近 我害怕会辜负你 聋哑会让我变成 无法满足你的坏妈妈 路比这才明白 妈妈其实很欣赏他 他能够勇敢地追求梦想 已经比他们强太多了 秋季音乐会上 路比穿上了妈妈买的红裙子 爸爸妈妈和哥哥也来参加音乐会 起初他们很兴奋 可音乐会是听觉的享受 他们很快就感到了尴尬和局促 不过他们还是通过观众的反应 判断出了女儿精彩的表演 他们被周围人的神情受感染 起身喝彩 演出很成功 路比在舞台上大放异彩 出来后 维老师还是劝他去参加面试 他这样的天赋 不去伯克利真是可惜了 晚上回家后 爸爸把路比叫了过来 他问路比 今天唱的歌曲是关于什么的 路比说 是关于需要另一个人 是怎样的感觉 爸爸问 你能唱给我听吗 路比放开喉咙 爸爸鼓励他大点声 通过女儿声带的震动 爸爸听懂了这首歌 也明白了女儿真正想要的东西 第二天 爸爸早早地叫醒了路比 不是去出海 而是去伯克利音乐学面试 他要帮女儿完成梦想 在去波士顿的路上 路比给维老师发了短信 到达伯克利之后 路比才发现自己竟然没带乐谱 没有伴奏就只能清唱 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 就在这时 维老师赶了过来 他请求给路比伴奏 面试官同意了 钢琴声响起 维老师发现路比没有进入状态 他索性停下来 声称自己弹错了 要重来一遍 维老师用自己的名声 给路比争取到了一次机会 这一次路比终于找到了感觉 一家人也坐到了台上 路比心里生起一股 充盈无比的力量 他的状态越来越好 为了让家人听懂 他一边唱一边打起了手语 这场特殊的面试表演 打动了伯克利的老师 路比被撸起了 爸爸也把船卖了 开始专心经营鱼货生意 临行前 一家四口紧紧相拥 依依不舍 爸爸抚摸着路比的脸 竟然说出了一句话 走吧 这是他从声带震动中 摸索出来的 车子缓缓远去 路比了一个 我爱你的手语 等待他的将会是 更加广阔的天地 而那个不完美的家 永远都是他的寄托与后盾 《剑天女孩》是夏安海德指导 2021年上映的作品 影片翻拍至法国电影贝利也一家 烂番茄新鲜度96% 豆瓣也给出了8.6的高分 成功跃升为2021年 评分最高的美国电影 苹果公司还不惜花1.6亿 买下了这部电影的版权 影片着重探讨了 以家庭为代表的亲密关系 作为家里唯一对外的信息交流者 路比承载着家人的期望 同时也是家人的依靠 家人在爱他的同时 也在束缚着他 这个家庭 就和千千万万的家庭一样 使爱和矛盾 奉献和索取 理解和牺牲的集合体 影片里的家庭是残缺的 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家庭都是残缺的 无法倾听家人的声音 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 越是亲近的人 越是难以付出耐心 这其实是很多家庭的通病 就像路遥说的 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 别交演员的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 而不愿去了解一个普通人 波涛汹涌的内心 我们这一生啊 太想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了 但往往要用很长的人生经历 才能明白 我们连最亲近的家人 都不成真正的了解 我们必须承认 家人都是不完美的 但我们能责怪 他们的不完美吗 也许 那个不完美的家 和不完美的我们 才是能够互相温暖的 完美契机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 点赞 加评论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 kana